Lio聊世紀 每日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一首比亞人隊上吸吸引人 這場比賽也是超級隨機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張地圖 這張地圖是外國有大量的木頭 我的天 這個要是來越南來玩的話 肯定是會相當舒服的一張地圖 這個石料跟黃金也是非常少 中間也沒什麼黃金 哇靠 看起來是兩邊都要打垃圾兵大戰啦 這邊要是來給選個什麼敗戰亭之類的 肯定會相當舒服喔 黃金只有短短的三千二 石頭看一下 石頭七百一千四 哇 那這場對局喔 玩家們只能這樣少量的資源 去拿下這場比賽的勝利是相當極限的 那資源真的是非常少 應該兩邊都看傻眼了 那兩邊都在探圖 欸 怎麼資源那麼少 沒有 完全沒礦 然後地圖又小 好 那我們就稍微來簡單介紹一下文明啦 伊索比亞人的話 在這張地圖感覺沒有太大的優勢喔 因為他是工兵國家 需要大量的黃金喔 去除這個工兵喔 因為他工兵有這個工速加成 而且後期有這個扭力彈射器喔 也是需要吃到這個黃金的喔 那扭力彈射器可以讓這個工程器的爆炸範圍喔 變得更廣點 應該說他的射程落地的範圍喔 那奴炮也可以吃得到 還有巨頭 欸 巨頭沒辦法 火炮可以喔 那西西里人呢 最大特色是他的農田科技喔 每點一個的時候 農田的肉量會加倍 而且他的這個 薩金特衛隊喔 雙防非常高 那我覺得 在這樣地圖來說 我們先不要看黃金單位好了 因為黃金單位在這樣地圖來說 可能不太可能會出來喔 那以垃圾兵來說的話 西西里其實沒有太多的加成 那他比較厲害的地方是他的鎖隻甲騎士 那他鎖隻甲騎士需要耗費大量黃金喔 所以這個又不太可能 我覺得這邊少量黃金的一個目標的重點喔 應該是要趕快先點下所有的工坊喔 好 垃圾兵的工坊全部點下 然後品種那些的喔 該點的點一點 那後面可能會變成一個垃圾兵大戰 是比較有可能性的喔 那目前依照我看起來 垃圾兵大戰呢 感覺西西里是比較有優勢一點的 因為他的弱量 農田的弱量會比較多 好 打這個資源戰來說的話 會比較有優勢一點 那伊索比亞這邊打垃圾兵的話 其實沒有太多的一個加成喔 反正他是很吃重黃金的一個文明喔 垃圾兵也沒有說到非常強 好 雖然他這個步兵跟弓箭的防禦都有全滿喔 但是他到了後期喔 會有這個騎兵的防禦不足的問題喔 好容易打輸喔 而且他的垃圾兵也沒有非常到好用地步喔 那我覺得伊索比亞真的是需要黃金才能打 他打垃圾兵真的是沒料 我們先加速一下喔 看一下這兩邊的一個垃圾搭戰會怎麼打 那沒意外的話我們用兩倍數或四倍數來看 這個前期應該打不出太多東西啦 黃金實在太少了 但我覺得這張地圖有個細節 就是因為黃金少了 所以可能會有一方人喔 不會想要出黃金兵種 然後去打這個垃圾兵喔 想要省黃金 然後去做一個垃圾兵交換 換對方黃金兵之類的 然後最後再打一個黃金兵喔 那一個策略可能是有的 這邊可能會打棒棒嗎 應該不會了 這邊要下馬舟了 OK 那希希這邊是打馬舟 結果伊索比亞這邊是打棒棒 那我們用二倍數來看這個棒棒進攻 這個棒棒進攻直接先敲了房子啊 這個房子還直接剩了裝甲 哇果然伊索比亞是打算要先投資黃金 然後直接把對手打死 竟然黃金這麼少 那我在黃金用完之前就先把你打死就好了 但希希里表示他不這麼認為 你可以在這個短期間打死我 哇他出了四隻裝甲 哇這個太狠了 這肯定是要轉弓兵的喔 這邊裝甲步兵直接潛壓 這個房子能夠拆得掉嗎 四隻有點極限喔 剛好一點修回來的感覺 極限修 但這隻弓兵出來了 弓兵出來就沒者 肉麻去前面殺了 但前面這邊直接有槍兵出來防守 應該沒什麼太大機會 伊索比亞這邊防守還做的算是蠻到位的 這邊出了一隻弓兵跟一隻毛兵 就沒有再繼續出了 冤塔黃金沒有暗了 沒有去挖 所以只能出毛兵擋一下 好這邊毛兵解掉了長槍兵 長槍兵只能回家 這邊清騎兵想要 這邊刺手想要進去嗎 看起來是有點困難的 好直接開靠 反正兩邊都是注定要打垃圾兵的份 好先點一擊射 然後轉弓兵 哇弓兵還在出啊 哇伊索比亞這邊鐵釘就是 要用黃金兵一套打死你喔 不打死你變成人喔 那西西里這邊還是先秉持著 先打垃圾兵戰術喔 看能不能省下一點資源喔 反擊 好這邊工兵交換看起來不錯 這邊毛兵換到非常多的工兵 很賺阿 哇 這個西西里賺爛了 賺到這麼多工兵 這張地圖黃金就這麼少 好這邊繼續秀 這邊用毛兵直接秀了戰毛 這個裝甲步兵的血量 挺香的 好這邊稍微反打一下 拉回拉回 要來撞踢吸收吹一下嗎 OK直接射死 好那這邊終於把自己的兵送完了 伊索比亞這邊可以考慮直接上城堡時代 稍微買賣一波 OK真的靠買賣了 哇他還把石頭給賣掉 這個地方礦產資源這麼的珍貴 你卻還賣掉石頭 這會不會被西西里懲罰呢 那西西里 西西里因為他有這個 城樓的關係喔 所以會有這個 石頭加100的效果 因為他一個城樓是175石 非常貴 但他城樓是不能升級的 但是會隨著時代喔 血量變多 那一開始的血量也是比一般的料光塔 血量更多一點 但目前西西里沒有打算要打這個塔攻戰術 比較可惜一點 沒有辦法看到這個戰術 好這邊 西西打算要直接破門而入嗎 好 兩邊準備上到城堡時代 稍微再快一點 這個地圖真的是沒什麼好打 好 但是大家看到這邊 奴兵直接升級好 二級色也點下了 好 這邊奴兵給的壓力很大喔 這邊可能會直接爆開 這個黃金兵壓制就是這麼的有傷害啊 你看這邊毛兵進去 想殺個村民都很困啊 對方只要出一隻騎士 就可以輕鬆擋下來了 哇 這就是毛兵跟奴兵的差別 好 還是有抓到一村喔 兩村有機會 我可以拿下 OK 家裡 伊索比亞可能損失個幾村 但沒有關係 前面沈壓城堡 直接幹你石頭來挖 哇 這個太狠了 西西完全沒有想到對方會這樣打 直接強軍事前壓 反正礦產這麼少 沒有了 就搶你的 這就是人類的 險惡之處 沒有資源就掠奪對方的 太寫實了 這就是戰爭的處形 人為什麼會有戰爭呢 就是因為資源分配布軍啊 所以沒有資源 就要去搶別人了 太過分了 這個伊索比亞 太過分了 西西人能忍嗎 兩根塔直接插在臉上 這個直接GG了吧 這要怎麼打 直接先爆挖黃金了 不管了 黃金先挖了就走 捲團逃跑 有沒有可能 好 西西這邊的防禦 看起來非常不弱 隨時都會被打出個洞來 這個TC看起來是 也很快就要爆掉了 這邊拉一些村民到後方 想要直接開伐木場 開始把一些經濟補險 好 這邊東兵直接做一個封鎖的 意圖 讓他的村民不可以出來 騎士能夠上去 看完 喔唷砸到一發大碗的 舒服了 我剛剛想說這個頭車砸下去 可能會出事 結果真的打中了 他以為他會B一陣之類的 結果沒B 這邊繼續修 城堡血量維持在1000多滴血 可能兩個村民修會比較好 這村民不修的話 這個TC很快就爆了 村民修可能就被拉開 但伊索比亞這邊防禦做得還不錯 槍兵這邊還有繼續按 還剩下的100 但是終究還是被打出一個破口 這邊能直接反殺回去嗎 這邊想要先拆掉 伊索比亞的長槍兵 的軍營 終於砸掉了 這個在砸自己了 這個沒有看到 槍兵加奴兵數量其實還沒有到很多 但九隻槍兵應該是可以直接上前前壓 終於是投石車這個變數 會變化很大 我們來看一下這投石車怎麼能幹到一些大事 這邊肯定是要用閃陣的 然後這邊第一時間先招搶騎士 跟長兵 長兵直接上前前壓 投石車要砸一下槍兵會比較好 對像這樣子 攻兵砸一下沒砸到 騎士直接後面開拆投車 效果非常好 只是砍了幾下就砍掉這台很賺 但是依舊還是沒有辦法完全解掉 騎士雖然血量很殘 但至少數量還是保持住了 好奇奇里直接把城鎮中心的血量拉滿了 好但是這個時間點 他卻沒有去挖對方的這個採礦 我想這個應該要射掉吧 他就射了 OK 這邊趕快射掉這個門了 就可以挖對方的石頭 趕快挖對方的換產資源比較重要 好 好 一手必然家裡 其實經濟非常慘 沒有太多的這個防守 TC是最後一條防線 那這邊槍兵數量其實夠多 這邊直接前壓 應該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所以這邊還有拉少量的騎士過來 想要硬菜投車 但後面有兩隻三綠 應該可以第一時間招降掉 問題不大 OK 直接招兩台了 哇 直接砸掉所有的長槍兵非常的賺 這個兩隻騎士直接擺給啊 OK 三台頭是狙砸 好 但這邊終於把TC給搞掉了 奴兵就可以往前 哇 這邊會很受傷 TC要被 TC的農田要被騷擾 看頭車這邊用卡一台過來 這裡黃金繼續挖 極限挖金 在尋牙邊挖金的感覺就是這樣子 你看這個 碰到尋牙了 就死了 這邊終於 Esobia的TC也被拆掉了 兩邊打得非常害怕 兩邊資源都快沒有 騎士直接硬砍 頭車直接砸 哎喲 頭車沒有直接預判到位子 哎呀 這裡有預判到這次 OK 這邊可以再直接砸一發 長槍兵 血量 這樣剩下一點點 這裡頭石車可以不用直接硬砍 會比較好 這裡可能要找個翼村來修理 會比較好一些 村民直接倒光 這邊想要招一隻長兵 OK頭車再慢慢往左走 家裡的工兵威脅解掉 紅田繼續插 這邊直接建根塔 這是什麼 超級大患家遊戲 笑死 那工兵的部分 決定要來撤回 來打西西里家裡 看能不能賺到一些村民 再來頭石車能不能看到呢 哎喲 拍到了一下 還不錯 換掉兩隻奴兵 西西這邊反打打得很棒 而且這個頭石車還阻止對方蓋建塔的意圖 慢慢把家裡的基地農田建立起來 反倒是這邊 西西里可以直接上前 去拆裡面的村民 但他沒有直接把騎士拉進去 打村民 有點尷尬 這邊照理來說 騎士趕快裡面去 偷這裡的村民會比較好 但他這邊打得非常小心 因為他這邊怕騎士一走 對方強兵就直接圍上來 沒有東西可以抵擋住對方的長槍冰爆 右邊建立更多的TC 待會還要灑一些農田 這邊頭石車繼續灑 雖然堆疊起來 想用村民擋 但是長槍兵傷害是比村民還高 收光了 再加速一下 看起來這邊直接被毒根光了 軍事建築優先拆掉 喂 拆拆拆 哇 這頭車的數量怎麼搞 七台頭車 伊索比亞要從城堡的位置開始進攻嗎 這邊西西里人轉出了一攻 提升一下騎士兵的傷害 有提一攻的話 騎兵砍村民只要四刀 沒提一攻的話要砍五刀 所以一攻找點聲勢比較好 這邊剩下一點黃金318 拉了一個村民來挖一下金礦 伊索比亞這邊的防禦是採用槍兵 加上僧侶的對策 但僧侶只剩最後一隻 西西里人 好 西西里人補下了二金龍 再來把自己的金錢給空好 這個超級大換家 沒想到是要由西西里人拿下了嗎 這個七台頭車完全無解 這邊後面三隻僧侶給的壓力也是非常大 這方出騎士是很難出 現在出騎士也不太好打 西西里人反而是打一個全黃金陣容 直接開始壓制 好 那伊索比亞這邊買賣一波 賣了一些石頭 哇 賣這麼珍貴的資源 好 伊索比亞用這些長槍兵 對對方的防止無能狂怒 但是沒有把槍兵想要放到前線的意思 這邊我不太確定伊索比亞要怎麼打回去 哇 這個看起來沒什麼 沒什麼機會可以打回去的感覺 頭車繼續炸 好 攝影機開始慢慢走出來 伊索比亞展出了青騎兵 這邊轉青騎兵需要肉耶 你TC一直被炸 農田一直被燒了 要轉出青騎兵也太困難了吧 哇 西西里頭車大隊持續開閘 好療癒 這邊就是城堡的範圍了 再閘下去可能就會被射了 可能被射掉一台 這邊趕快解掉這些馬舅 待會要來直接閘TC 好 但這邊有點壓制到西西里家裡了 這邊就稍微圍一個十強之類的會比較好吧 好 所以有個TC可能也是要出事了 砸一下勝率 勝率被砸掉 OK 這邊直接全力買賣一波 然後再蓋一棟城堡出來 直接想要把西西里給打爛 就是要用城堡打勾你 但是西西里的開架已經開到左邊去了 已經跑到他家去開TC了 好 正面不夠 還要再蓋工程器製造所繼續壓 有這個雙重城堡的範圍 讓Esovia還有狗眼殘喘的機會 雖然是加TC已經被拆到身上最後一座了 聰明處是由西西里棄山村領先 果然這個是變成前期暴兵大賽 後面打垃圾兵感覺也沒什麼開到效果 這邊村民直接過來想要伐木 但這邊要共享木區嗎 兩邊村民都在一起的時候 這個畫面非常奇特 一起伐木 砸一下 哎呀舒服 上面投車高地 高地 殘血 高地優勢就是舒服 被砸了一發正面的 還不會爆 投車開打村民 好爽好爽 砸起來砸起來了 這邊西西把左邊變成他家 開始把Esovia的家裡全部都掉 轉出了一堆射箭場 想要轉垃圾兵 但其實這邊有點危險 因為他這邊移動城堡都沒有 所以導致他這邊沒有辦法點些什麼金銀罐科技 雖然好像也沒需要就是了 這邊金銀罐這些東西 後面要點出來的東西也是需要黃金的 這張地圖就沒那麼多黃金了 廢子沒什麼必要 好騎士再度到處鬧 這邊繼續給壓力 後面還有三隻聖綠 Esovia這邊把自己的農田 擴在這些城堡附近 這是他們最後的營類 我第一次看到 唉唷 這邊終於轉出刺猴了 我第一次看到 這麼小的地圖可以打到這麼大後期的 這個地圖太好笑了吧 好 左邊投車大隊喔 左邊把對方建築物拆完了 只是他上方這邊少量的房子去而已 好 那對方Esovia還能繼續苟延殘船下去嗎 這邊二級農點下 目前我是比較看好西西里的 西西里這邊騎士數量龐大 只要運用得當的話 這些騎士可以做到很大的效果 當然兩邊要拿到帝王時代 是不是有點困難啊 看來是沒人想升帝王 這邊是誰升帝王誰投降吧 是不是有這種感覺啊 而且這邊西西里上帝王時代 也沒什麼太大的甜頭 因為也沒有巨型投司機可以用 沒有城堡就沒有巨頭 那這邊如果要攻城的話 只能靠衝撤 那如果靠衝撤的話又很難衝贏喔 因為對方的長槍兵跟村民 一定會一勇而上 這個城堡確實是不好解決 難道西西里要使用 大量的兵直接壓進去嗎 但這邊他斷村斷的也是也蠻嚴重的 還是會常常去暗村民 好一手兵啊慢慢的把自己的領地建立起來 清洗兵可以到處鬧來鬧去 好這邊再溜了幾隻清洗兵進來 這邊直接收村 15隻直接收好收滿 但下方這裡並不是TC的射程範圍內 下方村民可能要出事了 OK但這邊還是拉到TC的射程範圍內 解決掉了一些清洗兵 好謝謝這邊很努力的在鏟自己肉馬 兩邊都想要打肉馬 但E所B居然他有想要上帝龍時代的意圖嗎 支援量有點像喔 這裡賣一點木頭 跟肉應該是可以上的 那你司機快被砸掉 最後的買賣一波 決定不上了 賣掉大量的食物 換黃金 先把一些黃金庫城給累積起來 還要打什麼呢 彎道勇士嗎 彎道勇士 但是感覺不是這麼的好用 雖然現在點下黃族血賣喔 可以對騎士減3滴血的傷害 但還是先把 哇靠你真的頂 帝龍時代 哇靠 E所B居然這邊硬上帝龍 希西里這裡有頭緒嗎 該怎麼 城堡打帝龍呢 難道希西里要被翻盤了嗎 他這邊遲遲無法殺入對方經濟區 所以裡面到處都是城堡 這塊木區實在安全喔 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補下帝龍時代二級英龍 跟這個獵甲技術 可以再補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為什麼要補這麼多工程器製造所 哇 這裡要變成衝車大將軍啦 難怪要補工程器製造所 看來他要直接一波 拆掉城堡 都根啊 這根TC依舊是難拆 這邊蓋了一個魔紡 想要來蓋一下希西里的農田 呵呵 太好笑了這張圖 這個很難得喔 可以看到這麼有趣的地圖 可以看到這麼大後期 這個到底怎麼搞的啊 我有點看不太懂 如果是我的話我會覺得很難受 沒有黃金太難玩了吧 但這兩位玩家也是非常的努力喔 這兩位也是非常高分的 這也是有2200分左右的 是非常頂尖的玩家 沒有S級又有A級 那兩邊的觀念也是非常好 但伊索比亞這邊上電弘時代 是有什麼特殊的戰術想要用嗎 所以一定要上電弘時代 他是想要拿出三攻三防 然後去跟對方互換嗎 垃圾兵之類的 以伊索比亞來說這個文明確實 有戰毛兵跟騎兵喔 都是三攻三防 當然沒有特殊能力 但至少是三攻三防可以用的 這邊直接衝車大將軍 要來直接衝裝一波 但是伊索比亞完全沒有意識到 因為這邊沒有視野 他沒有在這邊介紹戰的關係喔 所以這邊直接被衝裝一波 這邊毛兵直接站到城堡下 要來阻止對方的村民來修城堡 這一波能不能帶著伊索比亞呢 這裡是伊索比亞最後的交戰 希西里這一波的衝車 給的壓力非常的十足 城堡也是換掉了非常多的戰毛兵 但城堡依舊還是不敵大量衝車的 大軍壓制 伊索比亞這邊在等待自己幾兵齁 要等三防嗎 這邊三防可能是很難好了 但是伊索比亞要趕快控城堡 去射這個戰毛兵齁 只要戰毛兵全部射死 基本上自己是有可能用自己大量擊兵去防守住的 哇這個畫面你究竟史詩級啊 史詩級大軍壓制 伊索比亞這邊擊兵直接上血硬打 城堡沒有在控 但是血量兩邊掉的非常快 但希西里這邊的資源量是比較多的 這邊可以用一堆垃圾兵 直接上去因患擊兵 擊兵擊兵數量削減速度非常快速 正面雖然自己損失非常多的騎士跟輕騎兵 但最後還是打得下這一波擊兵的防禦 這棟城堡看起來是要不保 伊索比亞最後的零壓 是不是要沒了呢 哇這個真是太慘了 伊索比亞直接一波倒 西西里這一波不上地龍時代 衝車潛壓的方法 確實拿到了非常大的戰果 伊索比亞村民降到只剩下48村 肉類村民只剩下16 你還能在一起嗎 直接打出了GG 哇希西里這一波打得確實不錯 但我覺得剛剛那一波的潛壓 伊索比亞可以稍微控一下 這個城堡去射戰毛兵 戰毛兵數量一少 吉兵只要硬錯 是有機會出到這些衝車的 但剛剛好像是騎士數量也是夠多 加上騎騎兵的關係 所以導致騎士清掉所有的戰毛兵 這些吉兵也是沒辦法打贏正面的這些肉馬跟騎士的 所以我覺得蠻可惜的 這個伊索比亞的想法雖然好 但是西西里的想法更是實在 雙BK然後衝車開督 如果他能提早看到這裡有出這個工程器製造所 有插旗的話 可能他可以意識到左邊可能會有衝車來襲之類的 但他完全沒有防禦到 然後直接就爆開了 有點稍微可惜了一點點 你看經濟 經濟的話應該是由伊索比亞這邊輸非常多 那石頭贏了非常多 那西西里這邊是零石頭 一棟城堡都蓋不起 這邊選擇全部的挖黃金跟食物跟牧場 是用基礎支援壓爆對手 雖然城堡工程的時候有點驚醒 但最後還是拿下兩棟城堡 非常的漂亮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請記得幫忙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就在一起